如果家裡沒有英文預警 一般家長可以有幾個方法 幫助小朋友學英文 現在網上有很多資源 家長可以下載應用程式 到手機或平板上 按鈕 裡面可以找到很多英文故事 給小朋友聽 例如男生很喜歡聽 Superheroes的故事 或女生喜歡看Princess的故事 上網搜尋 例如Princess Story 已經有很多選擇 給小朋友選擇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 你可以早上睡醒覺 聽半個小時 然後睡覺之前的半個小時 都可以給他們聽 而第二種方法 我們都建議家長和小朋友 建立一個英文親子叛徒的習慣 很多家長會擔心 會不會英文不夠好 會不會發錯音 會不會教錯了小朋友 其實很多英文的故事書 真的只有八頁十頁 很簡單 每一辦都一句句子 家長絕對有能力 可以讀到整本故事書 和小朋友去分享故事書 裡面大家發現到的不同的東西 就算有些家長說 英文很差的 如果不懂得說也不要緊 因為現在網上都有很多APP 可以播出來給小朋友聽 媽媽和爸爸可以拿著故事書 然後用電話幫忙 播出故事的內容 已經可以做到半讀的習慣 我們都很建議家長 從小朋友開始建立這個習慣 例如一兩歲的時候 開始看英文故事書 去到至少小學期間的八歲 因為當他在幼兒期建立這個習慣 當他進入小學 中學的時候 他都能夠有看英文的書習慣 而且他會知道 從書本中得到他需要的知識 很多時候 家長和小朋友做半讀 都會有兩個常見的錯誤 第一個常見的錯誤 就是只掛著認字 很想他立即看完本書 就認到這些字 雖然認字都很重要 但我們更加強調 小朋友在整個半讀的過程裡面 可以建立到一些邏輯思維的訓練 創意思維訓練 他的社交、情緒 又或者道德倫理的一些建立 這些範疇其實比認字更加重要 我們都很建議家長 要由他小小的嬰兒開始 一兩歲就要建立這個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零至三歲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黃金期 當小朋友在嬰兒時 已經有這個習慣 到他進入到幼兒院小學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打好一個很好的語言基礎 讓他學習更加有自信 或者他會更加容易學習 一個更加複雜的英文體系 第二種錯誤的想法 就是太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夠好 所以就不敢和小朋友一起讀英文書 原來當家長對英文有恐懼 不敢讀的時候 這種心理狀況都會影響到小朋友 他自己對英文也很恐懼 其實家長並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我們是想幫助小朋友去建立一個閱讀的習慣 而不是只是追求發音準不準確 或者他讀得流不流暢 家長就算遇到一些自然識讀 其實我們都鼓勵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去 可能尋求一些方法 例如查字典 而小朋友在過程當中都會模仿家長 就是當他遇到有困難有不懂的字的時候 他都會自己尋求到方法 特別當他進入小學中學的階段 他需要面對學術的困難的時候 他都自己可以想到方法去解決問題